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善一道经 第十六年 经文第四行 神族庄严故 恒令神心 清安快乐 这一句是说我们将十善业落实在四如意族 四如意族也叫做四神族 那么我们从这两个名称呢 仔细去观察 神如意 他还有个名字 就是放下了 你看看中国 古时候 这个大官贵人 手上拿的是个如意 跟佛讲的这颗意思完全相同 那怎样才能如意呢 这个如意的头是回过来的 回首如意 我们佛家讲回头是岸 回头就如意了 无论你在社会上有多么高的地位 有多么大的权势 有多么多的财富 你要知道回头 回头就如意了 佛法里面讲看破放下了 所以四念处是看破 四神族是放下 足是满足 真正达到究竟圆满了 那么这里面呢 有四条 佛教给我们学习的 第一个是欲 第一个是欲 欲是欲望 我们人 种种种喜求 种种啊 两目 这是一切众生 都有的 如果不能把这些放下 就没有办法脱离六大轮回 放下之后啊 你就得大自在了 这个道理啊 很深 很广 那么放下我们的欲望 今天 现在这个世界 一般人的观念 认为 这个世界 不断在进步啊 是什么力量推动的呢 是欲望 欲望在推动这个世界 使这个世界 天天在进步啊 进步到最后怎么样 世界毁灭 同归于尽 所以你想想 佛教给我们放下 教我们回头 有没有道理 人一生在拼命追求欲望 这个人可怜啊 一生得不到休息 啊 啊 他能得到那些享受 那个享受 实实在在 冷静去思维 得不偿失 你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啊 你身心有多大的压力 这是错误的 啊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啊 用美国人跟中国人比较 啊 美国人 这个物质生活 确实 比中国人 好的太多了 啊 啊 他们有自己 很舒适的 居住环境 啊 出门 都有汽车代步 啊 每一个家庭都有庭院 都有花园 啊 啊 家里面的生活 全都是电气化的设备 我们中国人看得很羡慕啊 啊 人家这个生活是好 我们是不如他了 我好像是在 八几年第一次 陪韩馆长 回到祖国 啊 到大林 他们的乡亲父老 啊 啊 问起美国的生活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美国 啊 啊 过过啊 都投疑 羡慕的眼光 啊 可是我告诉他呢 我是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啊 我说美国人的生活不如你们啊 啊 他们都非常惊讶 他说为什么呢 啊 我们出门骑救大车 住的房子破破烂烂 那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能跟美国人比啊 我说我请问诸位 那个时候在座大概有二三十个人 你们哪一个人是负债过日子的 结果大家彼此看一看一个都没有 厚 了不起啊 美国人那个生活通通是学账学来的啊 你们没有负债啊 他们负债 从生下来就负债到死都还不清 我们学佛的人知道来生还还债 你看看他的这个精神压力多大 每一天拼命工作 为什么工作呢 还债啊 啊 买房子 买车 家庭用具 都是向银行贷款 银行借你的钱 保险公司贷款 全是借来的钱 越越要还呢 啊 所以你不要看美国人 那个待遇还不错 啊 普通待遇大概一个月可以有 三千块钱收入 啊 我们听到哦 这个是 是很了不起了 普通收入 纳税 三分之一 还债啊 三分之一还要多一点 三千块钱 实际上自己可以用的 大概只有七八百块钱 如果工作没有了 你什么都完了 为什么 银行来避债 保险公司来避债 啊 拍卖你的房子 拍卖你的车子 拍卖你家的电器家具 还债啊 所以工作没有了 就一无所有 他们过这个日子 啊 中国人虽然辛苦一点 不负债啊 你看每天放工之后 我都看到几个人 在自己家门口 他们有院子吧 在门口 摆一个小桌子 在那吃花生米 喝老酒 喝呀 悠悠自在呀 这种心情 外国人没有啊 他们哪有这种享受啊 所以你要想得 真正的快乐 真正的快乐 是放下欲望啊 啊 你看看 释迦摩尼佛 他是怎样教导我们的 啊 佛给我们说的 他自己真做到了 他不是只说不做啊 他可以过富裕的生活 他是王子出身嘛 他可以继承王位嘛 何必要出家 又何必要每一天 日中一时 三一一波 树下一休 为什么过这个日子 告诉我们 这个日子 是最幸福 最美满 最快乐的生活 心里面 一丝毫负担没有 身也一丝毫负担没有 心底清净啊 全身放松啊 一丝毫紧张都没有啊 这叫神 这叫如意啊 如意 就能生神通 啊 所以叫如意通啊 啊 什么叫神通呢 实在讲 神通是我们的本能 我们的本能 为什么不能现前呢 因为心太紧张 身太紧张了 这一紧张啊 我们本有的智慧德能 通通透不出来 啊 如果心里头没有死 身心放松 你的智慧德能就现前了 所以神通不是从外头带来的 是自性里头本具的 大臣经上唱讲 啊 我们的心心 我们的心心 跟祝福如来的心心 无二无比 无量智慧 无量智慧 无量的能 啊 不是从外面来的 啊 人何必要 贪求这些欲望啊 啊 天天正常贪嗔痴 啊 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你享受什么 啊 每一天天一亮就出去工作了 到晚上才回来 你享受什么 啊 是我们享受什么 啊 所以美国他们的工作工作是五天 两天休假 星期六星期天休假 休假干什么呢 休假那一天呢 整理家里环境 没得休息啊 住的房子越大 越辛苦 啊 请不起工人呢 美国请工人呢 是论小时的 一个重点多少钱 啊 比较好的工人 一个小时十块钱 差一点的工人 啊 没有什么技术的 一个一个小时 至少是五块钱 啊 他给你工作八个小时 那就要四十块到八十块 他不是给你做一个月 给你做几个月的 不是的 他给你做几个小时的 啊 啊 所以多半啊 啊 我们中国人在美国 不会请请工人的 都是自己亲自去做 啊 休假了 那一天比什么都累 活苦来呢 啊 啊 我看了一看 摇头啊 我绝不干这个杀死 啊 一个人 有一个房间 就够了 啊 清洁打扫 很容易啊 十几分钟就搞干净了 啊 所以我说 那不是人住房子 是房子住人啊 人是房子的努力啊 这都是想不通 啊 看不破 才干这种傻事 啊 看不破 放不下 啊 这一生过了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来的 日子不知道怎么过的 你说这个多可怜 啊 多么可悲啊 啊 那么佛教给我们 我们要求什么呢 我们要求觉悟 这是真的 祝佛菩萨念念当中求觉悟啊 求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 啊 他们决定不求明文力啊 决定不求五欲六成的享受 啊 啊 生活 往往过最低水平的生活 啊 最低水平的生活 殊不知啊 是人生最幸福 最美满最究竟的生活 这个道理 没有人懂啊 今天说起来也没有人相信啊 啊 可是要深深去思维 冷静去观察 你才能看到啊 啊 世间所有一切都是累赘 到最后你想到 你这个身体都有累赘 都是个累赘 啊 啊 身外之物越多 那你的负担越重 啊 你的日子过得越辛苦 啊 想想佛菩萨祖师他们所实现的 啊 仔细去想想 冷静去观察 我们就觉悟了 就明了了 什么都要放下了 啊 一心 知求正确 一生为别人 不为自己 这最快乐的了 啊 啊 中国线线呢 常讲 做人为快乐之本 啊 啊 我们念小学的时候 老师常常这样告诉我 现在我们自己体会到了 做人是真快乐 帮助别人是真快乐 啊 啊 啊 那么自己探图一切的名利 无欲六成的享受啊 那是真正痛苦 啊 苦乐 没有一定标准 什么是真正的苦 什么是真正的乐 懂得 懂得的人不多 啊 啊 真正懂得通达明了 才晓得佛在经上常常说的 历苦的乐 啊 这个精益 我们才能体会到啊 那么我们先前在修学佛法 有许多必需要的东西 我们还是要收集 拿来做参考 啊 在物质生活上 我们一定要满足 啊 为了教化众生 有许多群侨方便 不能不懂 啊 佛教给我们的四舍法 我们在前面讲过啊 四舍法是借人众生的 原则 原理原则 啊 啊 所以佛法是活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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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啊 虽然 今天我们拥有 啊 一些 和是物质 和是精神上的受用 形象上有 心理上不能有 形象上有是做什么用的呢 是借人众生的 啊 如果我们今天学佛的人 过过度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天天到外面去 是一无所有 世界没有一个人敢修佛 一看到 修佛还得了 你看 这可怜的这个样子 天天上街讨饭 算了 不要学他了 啊 所以为了借人众生 我们也要把自己啊 包装好 让世间众生看到生欢喜心 但是这个包装你可 自己可不能被包装 迷了 那就完了 自己要揪 这个外表包装是给别人看的 绝对不是自受用 啊 自己心地清净 也无所有 身心世界 一切放下 你才会如意啊 这个才叫神主啊 啊 所以在华言经里面 你看善财同资啊 那就是教法众生的好榜样 啊 特别是借淫末法时代的众生啊 啊 末法跟正法时期啊 这个社会状况不一样啊 从前的社会是保守 啊 世间人对于这个清苦的生活没有不赞叹的 没有不欢喜的 现在这个世间人的价值观观念完全相反 啊 啊 你生活过得很贫贱呢 没有人瞧得起 佛法是横顺众生随喜共同 啊 一定要关机啊 啊 那个时代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教法众生 现在这个时代应该用什么方法教法众生 我们要明白啊 从前人喜欢读书 提供书本 那真的是欢喜心 如获至宝 现在送他书他不要 为什么 他不想看 啊 现在送了什么 送电视他要 他很欢喜 啊 我们如何把佛法的时候变成电视送给他 啊 啊 要懂得 切姬切礼 啊 佛常说嘛 切姬 不切礼 是母说 切礼 不切姬 是闲言语啊 闲话了 不要说了 啊 啊 所以必须要 理机 双旗 啊 那么我们 怎样 学习这一条 就应该 要懂得 啊 我们今天的喜求 眼前的 是 希求世界和平 是希求社会安定 啊 这个是 第一个条件 如果这个世界不和平 社会不安定 什么都不能谈 谁有心思来学到 啊 这个目标 决定要教学才能够达到 啊 圣贤的教育 而圣贤教育 现在大家都把它忘光了 不但忘光 提起来啊 都反对 啊 他认为这是古老的东西 我们是现代人 那个东西应当抛弃了 这样的错觉 在一切大众心目当中啊 生了根了 你就想这个事情多难 啊 啊 今天我们要想帮助众生 先要从自己做起 我们天天说 说了不做 没用处的 谁相信的 说到要做到啊 啊 啊 佛给我们讲不实 我们真的是谁 佛教我们持戒 我们真守法 佛教我们忍辱 我们什么都要忍 啊 教我们怎么做 我们很认真努力去做 啊 啊 蛇一条 就做一条 做到了 再跟人说 这别人才能相信你 啊 我们自己这个力量非常薄弱 啊 众生的业力这么大 我们怎么能转得过来 哎 转不过来也要转 能转几分算几分 决定不起来 啊 决定呢 不能放弃 啊 我们不能影响别人 是我们的心不沉 我们的心做的不够好 啊 果然是真心诚意 如理如法 去修训 尽量去做好 啊 为什么要这样做 绝不为自己 为众生 啊 这是借淫众生的钱方便 啊 所以一定 要立于 要立于 然后才成就 信得里头的欲望 那个欲望是自在美满 啊 这个是一般凡夫 很难理解的 啊 所以四神族 他摆在 第三条 啊 摆在断卧修善之后 你才会真正的 啊 发现到 这个 这个价值观呢 这个价值观呢 啊 啊 啊 如果自己 没有办法 做到断卧修善 佛虽然跟你讲 你也没有办法体会 必须 必须通过断卧修善 你才能体会得到 啊 佛菩萨如何自在 啊 他们是怎样的美满 啊 才能体会得到 啊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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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